在上集咱们讲到了都城海南岛的这个大少 跟当时广州老奴家的奴建 也是挺大的一个手的 一个挺大的一个二代 两人发生争执了 在广州当地呢 都城找到了一个大哥 姓陶叫陶亮的两个出面 把奴建就给干了 逼迫吊散的 奴建当时从小紧欲试的 让陶亮给打哭了 那你想想 这个事人家奴建系里边能得劲吗 找到自己三叔啊 找到当时广州那边当家做主的人 找到老叶 叶老三 三哥出面 没曾想 这帮孩子啊 也不像三哥想成那样了 长大了 那翅膀也硬了 管不了了 只能把这件事往后推一推 但是人家奴建 打小 都是这帮人捧着重心捧月那种感觉 长得大 你说直接受了这么大委屈 他能咽下这口气吗 于是一个电话 就找到了广西的一个大少 找到了姓曹叫曹天天哥的人 来了 天哥一吵跟自己有关系 没办法 只能挺身而出 只能跟亮哥谈一谈 没曾想 亮哥的脾气不是说谁来 在自己自己的一模上 就想摆了我做点什么事 就好摆了呢 不好摆了 直接就回去了曹天 告他 跟广州那边呢 你要想过来玩呢 行 我不说整你啥的 但是你要是在广州这边影响扒了事 尤其扒了我陶亮事 包括我弟弟杜城的事 我告诉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要不然接下的路你非常难走 天哥一听这陶亮这说的话挺狠事 这也是西里边也是咽着一口气 也是一直是不吐不快的 把电话这一挂 直接草不草不如见 说姜刚 这么的 既然说老陶姐这个大量子不给咱们面了 是吧 那行既然不给咱们面了 那咱也不必要说估计他的面了 他既然说想那个 葛广州这边想摆来说整咱们几个 那咱也不能让他得劲 当时卢健一听 说那个天啊 那你啥意思 啥意思 干他没 他不是能打你吗 他能打你 为什么咱们打不了他呢 那直接把他也揍了就完事了呗 咱打他 三哥也不能说什么吧 对吧 你三哥没帮咱们管这个事 那我们就亲力亲为 我们自己去解决 当时卢健一听 哎呦我的天呢 这个想法有点太大胆了 啊 这是哪啊 这是广州 在这一亩三分店 咱打啥给人干呢 干不过他 是 说那个健哥 咱明面干不过他 但是在暗地里边 咱还整不了他吗 偷偷摸摸整他一下 还整不了吗 你听我的 这件事儿 既然他想跟咱们叫嚣 那咱就让他知道知道 咱们也不是一般炮的 对不对 假话 能行吗 能不能行这玩意 我心里边有数 我说我怕你在那个广州那边走不出去啊 这小子要发气狠了 他六七他都不认的 那就试试 在广州不行就在广西 那怎么可能呢 那么本来就在广州那边 你想把他引到广西 他也不能去啊 他不能去 咱就鼻子一把 讨量啥脾气 咱们不是不知道 这人取决横丧的 他要是吃亏了 他能不上广西来找我 这么呢吧 大哥 你也别说这个事儿怎么样 毕竟吧 都是因我而起的 也是我兄弟惹的货 我得说帮你们出这头 我早在这个广西那边找点哥们过来 然后一个电话 啪啪一打 直接给当时广西那边有个仓谓的 一个大哥挺牛逼 直接就那边接到当时那个 天儿个电话 然后当时就毛了了 哎呦我天哪 第二个打电话了 那个 裕个找你办点事儿呗 哎 什么事儿不是的 你说就完事儿了 啊 说那个怎么个事儿 你说吧 怎么呢 谁欺负你 还在跟你交劲了 我自己去 我给他弄了 给他整没的就得了吧 那个裕个 行 找你办事儿吧 不用说出动大致进 就是欺负我 我就是手手手就可以 那能行吗 必须给他干嘛 谁 你说 那个姓陶叫陶亮 广州那边的 陶亮 像是那个 我听说那个陶亮吗 是那个广州广东那个 对 对 就是他 哎呦我天哪 不行 那不行啊 那咱跟人不是一个断的 那咱也整不了吧 不是天儿个 你是逗我玩的吧 你看我跟你说话 想跟你开玩笑吗 天儿个 你跟我说句实话 脱个点 咱到底怎么找这个事儿 你这么呢 你来趟广州 带点人过来 我亲自出面 你把我 把他身边的人 给我喊了住就行 人呢 不用你动手 我亲自打他 剩下呢 咱们这边出口恶气 咱就撤 不往这个城 不把这个事儿 往死了找 那行 那我听话 那我过去 那你还天儿 你说话了 那我能不去 向着你吗 八蛋一挂 玉昌大哥呢 说句实话 想不想来呢 说实话 他也不想来 但是不想来 你毕竟在广州那边 你给这边玩社会 你给这做买卖 你不就指着 人家操天吗 那你现在操天 打电话叫你过来 你都不过来 你别管对面是谁 这个书 你立场必须得坚定 你得向着谁 你得心里边有数 这不是一行的 玉昌大哥 也别习不扯别的了 先把眼门前 这个事儿 先给招过去 以后的事儿 以后再说吧 你现在在二水一的道路上 咱们就不能选择 其二了 只能选择眼前这个事儿 这不带着人吗 嘎嘎的开车 直接来到哪 来到当时这边 那个广州天河区 到了酒店那会儿之后 人家当时这边 那个天儿哥 直接打了医院 跟他们会合的 这屋里边 人来了能有三十多个人 但是这三十多个人 他不是一般炮的 不是一般人 就能找得了的 因为广西这地方乱 而且来的都小屁个不高 黑不擦的 都贼基本狠的手的 手里边哪讲事儿 但是见到朝天 这屋里边 全都起立 巴巴一起来 天哥 天哥 这边玉昌大哥 岁数挺大 哎呀天哥 过来了 天哥哥这边一座 过来了 那个这么呢 说吵吗吵吗 那个找两个人 下楼 完了有两个地方 给我锁住了 这边呢 卢健也给我找点人了 也给我撒吗 当时这边那个谁 陶亮呢 因为陶亮嘛 在广州那边当地 有一个狙击点 啥时候撒没着他 咱就啥时候 什么时候揍他 行个 你这声了 咱过来就是替你办事的 那你看 陶亮确实 在广州那边吧 他一般情况下 这帮哥们也多 请陶亮办事的也多 美牙师在广州那边 他有个聚集点 在那个立湾区那边 这不是赶这么一天 就陶亮跟杜昌他们在一起吧 也就刚下午的左右 这个时间吧 陶亮电话就响了 给他一个弟弟 给他打了 哎 打电话了 亮哥 哎 说晚上有没有事啊 这个跟几个挺让人 没看着你了 行的咱们在立湾区那边 咱吃狗饭呢 晚上在这边 顺便玩会啊 啊 谁啊都 说那谁 小陈他们 还小旭 这几个人 没外人 都想你了 出来呗 哎 诚啊 杜昌一听 咋的 那个 我那个 跟广州那边有个卧子 挺好的 这有几个老弟咋在话 那一起去呗 我要给你介绍介绍啥的 诚哥讲 那我外人我去好吗 你有啥好不好的 一起溜达溜达吧 你 小宝 还有周边 加上我的四个 到那边 咱们晚上吃口饭 我顺便上一董会唱我哥们 这两天进几包办事了 我哥到广州那边一直没请你啥的 正好那块你看我那地方行不行 都想一听 那行啊 那了得啊 那走吧 反正我是来点不去 就这么的 朝两脚吧 哥们 你把这地方定好吧 晚上那边还有几个大哥呢 跟我一起过去 把这个东西给我整明白了 哎呦 你发现 你发现 你哥们就咱大哥 啥事都不太有的量啊 脱了 啪擦一挂 这电话这一挂 这不是晚上吗 晚上这边这帮小的淘亮 他们开这娃娃的 就往立安区的一个酒店 就干过来了 等他开到这边的时候 人家当时这个酒店门口那边 淘亮这帮老弟 其力其力 手都淘亮 哎呦 亮哥过来了 亮哥一下来 一巴了肚成 这叫成哥 哎呀 哎小成哥 海南岛大哨 这个叫冰哥 哎冰哥 这个是四川大哨 这边一哨 这个小宝 哎宝哥 说这个是河南呢 挺好使的一个大哥 说走吧 进屋吧 亮哥 从来就不正眼睛瞅人 进屋里边 那老板啥子知道 头亮来了 我跟你说都亲自下来 又敬酒又敬菜的 整这儿又整哪儿的 嘎啦嘎啦 那家进里边 镀成讲话呢 规格绝对够用 这逼装的也绝对好使 那家伙给这吃完饭了 不大伙晚上说 上我那会所的 我指定那会所 那边都打好招呼了吗 小家打好招呼了 走亮哥 吃完了 那咱就走 向那个会短山那边 说来新人的 那带着他们 慌慌的 又往当时那个夜总会来 就是 广州那边吧 咱可以这么说 横仓 谁也不好使 亮哥一下车 我跟你说 地都得颤颤颤 走到都横七书八的 直晃的 杜成一瞅 陶亮晃的 他走到刮啦刮啦 也谁晃的 往屋里边进去 他们进当时夜总会里边 商务包里边一进 那里边 摆设 那把气道 都已经整得 板板正正的 在里边 他们华天酒地 这不玩着吗 但是你的车 停到夜总会那边 而且总在那边玩 这不就 卢健就找人给盯着了吗 一炒卧槽 陶亮真来了 拿电话 直接一个电话 就打给卢健了 大哥 那个陶亮 真到那个立丸区那边来了 哥 那个 他确实到夜总会了 行 那我知道你给我看点 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啪一挂 电话这边直接一周 打给当时曹天 天哥拿电话 一炒路线 大家呢 天哥 我跟你说 天 那个谁 头亮他吗 就在立丸区呢 我说那个 说那个夜总会 就在那俱乐部呢 你现在去就能抓他 他个人呢 亲眼看见的 我兄弟亲眼看见 车给铁呢 人带着几个人一起上的楼 行 那这么的 我往那么去 那我咋整啊 这么的吧 这样啊 这两天呢 没还是你先在家里边待着 等我办完这个事呢 我走一走 缓一缓呢 等我把这事彻底解决完了 你在他家里边出来 我怕陶亮报复你 行 那我就先回家了 完了你准成了 那个陶亮那边 你别给那个事整太大了 要整太大 咱们谁也平不了 我明白咋回事 我还不知道这点事吗 好了 巴达一挂 天哥这边一白手 这帮当时广西的 属于广西帮 八华下楼 直接开车就来到立湾区 到立湾区 到当时指定这个会所之后 把车一停 他下来之后 那你看 后边也三来个人 往屋里边进 进了一挂 哎 你好先生 玩一会儿 亮哥在这呢吧 亮哥在几楼呢 哪个 陶亮 哎呦妈呀 哎呦 各各各四楼呢 啊 行 早陶亮呢 啊 完了一白 不对 先生 你们这是 一挞这人不对劲啊 大警一挞 你这好像身上还有在家伙这 这干账啊 旁边一场大哥 自己拿枪 啪就顶着了 怎么着啊 啊 我们办啥事啊 还得给你通知一声啊 曹天一白手 老弟啊 你想想能跟曹亮对着干的人 得是啥脾气啊 我呢 也不算多大 广西这边呢 村村的大少 我姓曹叫曹天 你要觉得你能挡住我的路 或者觉得找市政公司 找谁能好使 能摆得了话 那你就打电话就找 告诉你 找完之后 我把你弄没的 就这么简单 以后在广州广西这一带 你肯定是待不了 玩不断了 老弟一吵懵迷了 也确实 能跟陶亮五十起来的人 绝对不一般 王这一吵 大哥 我就当没看见 这不是曹天带着人夸夸的吗 直接来到哪 直接就渴到当时那边楼上 到楼上这边商工包 把门这一压 曹天直接进当时那边 叶总会里边 这边渡成他们几个一台眼皮 就看见曹天了 呼啦一帮人 直接就进了这个屋 把灯一开 门一关 你说在这屋里边 他三十多个人 曹亮这边的人可不是很多呀 但是也有点兄弟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曹亮能不能战胜曹天 那咱们预知下集如何 请观众老弟下集 嘎嘎精彩